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话 我们谈完了赖清德跟国民党 还有国民党内部的事情以后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讲 这个是对大选非常重要 现在两党都有内部的问题 我先谈民进党好了 民进党内部的问题 就是信赖之友跟小英之友互别苗头 一直到现在很多选区都没定案 况且两个都是对着干 这个在民进党过去的历史上面 曾经有过 但是在蔡英文时代 他把初选收回了以后 就再也没有发生过 现在赖清德又把初选大门给打开 然后反而看到了那栋 那其次我们说到国民党 那个国民党他也是现在进行初选的时候 我们各位可以去看个一下 就是说这个里面也是刀光剑影 所以我们今天针对这个问题 我请到了我要好的朋友 华人之故董事长重庆坦白 主持人 哲学博士欧崇敬 欧教授 欧教授好 欧教授好 能不能赢得区域立委的选举 要看每一个选区的实况 因为总共选区是有73个 而对于国民党相对坚困的选区 达20个以上 我们可以看这次光是台北市 这个八大选区里面 过去应该是国民党八个选区 是每一个都愿意 而且都有人可以上那个战场去的 但是这一次 既然八大选区里面在台北市 有两个地方国民党目前没有人表态 照理说每个地方都有所属的国民党议员 所以要表态应该也不难 所以这就表示整个时代 恐怕有了转变 因为如果均于弱势的人 他没有必然获胜的把握 又要花一大笔钱的话 钱可能真的不容易找到 我这话的意思是 国民党的党产真的没有了 再者社会捐款的动员率也下降了 谁都知道选一个立委 如果在台北市 恐怕至少要花1500万 才能够给基本盘弄了下来 但是要再找一个1500万 谈何容易 一元四年的薪水 也不过就是800万而已 所以现在这个局面是 即便年轻的人愿意出来 有些地方过于困难 所谓过于困难是 找不到选举经费 那么可能他们就只好打退党股 这同时也说 党主席是没有能耐 把73个选区该提名的人 都给摆上去 因为他把人给摆上去 可得解决人家钱跟选举资源上的需求 与华哥 的确 我们现在刚刚欧教授 他讲的是台北选区 我比较关确的是新北选区 新北12个选区 国民党其实只有三个 对 那现在问题来了 侯友宜跟赖清德一样 本命区都守不住 对 那你认为他能母鸡带小鸡吗 台北还好 都还有人愿意出来选 或者出来争 各位有没有发觉 新北是 好 根本没有人愿意出来选 新北 新北的问题 就是说 谁要去新北去挑战苏系 去挑战英系 去挑战新潮流 等这些 没有人搞得清楚 所以我们不能把目标 放在台北 我们新北也要看一下 就是说 新北的提名 你搞不定的话 我认为对侯友宜的 成为国民党大位初选人 是有很大很大的问题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 我们现在就是讲了回来 就是说 整个的国民党 现在也发现了两个问题 刚刚欧教授讲 说国民党艰困选区 国民党艰困选区有37个 37个 73个选区里面 他有37个几乎是不过半的 对 这万一不过半的话 侯友宜怎么选的下去 好 这个问题也来了 现在反过来 我问欧教授 是 就是说 现在的英系跟小英 不 现在的小英之友会 跟信赖之友会 各位有没有发现 他有一个状况出来了 就是说 过去蔡英文选的时候 英系一旦确立 他地方峰会通通出来了 现在赖系 各位有没有发现 他没有地方峰会 他只有区域峰会 就是说他他只有一个 信赖之友会的 空壳的那个什么 中央单位 然后下面就是区域单位 没有限制单位 那你认为小英之友会 这个时候为什么会吐槽 赖清德 就是给赖清德难堪 那个时候蔡英文选 小英之友会都已经走透透了 那我想请问 为什么信赖之友会 没有办法跟当年 小英之友会的运作 一较长短呢 欧教授 我简单的说 赖清德根本没有拿到 蔡英文任何资源 我最针对的说一件事就好 大家马上明白了 蔡英文最让大家恐惧害怕 或诟病的 是他那个整个网军 或者叫辣英粉 那个1450集团 有没有为赖清德出动呢 没有 什么都没有 那一群人完全是奉 蔡英文的命令 伺机而动 我还是提醒赖清德 你还是把你的护照 随时准备好 等到蔡英文要拿下你的时候 你赶快冲到桃圆机场 飞出去吧 有话 对的 刚刚欧教授 他讲到赖清德这个问题 我再补充一句 就做这一段的总结好了 我可以告诉各位 小银子友会 现在就拒绝跟赖清德合作 除了拒绝赖清德合作以外 他们连赖清德造势的场合 甚至于场子 小银子友会都没有人参加 你可以看得出来 所谓的信赖之友会 天天敲锣打鼓的 说我们在各地的状况如何 事实上都是虚幻 都是幻想 这一段我们就讨论到这里 谢谢欧教授 感谢博哥